1999年底 我陷入了一场彻底的人生精神低谷 与其身体的发展正好相反 19岁的小伙正值青春壮年 奋斗拼搏的年龄 我却游荡在了一条注定没有前途的音乐之路上 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却又耗着面子说在大学里读法律 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 越发地让我厌倦自己 讨厌自己 可是在人面前 还是直不起头 不敢大声地说出真话 由于各种社会价值观的绑架 让我从小就不敢直面人生 说真话 一路上都是气上瞒下的走过来 再加上一时又找不到自己 不知道想干什么 这日子过得算是一个煎熬 一天比一天的慢 白天睡不醒 晚上睡不着 睡醒了就开始对着窗户发呆 看着街道上撤睡的马龙 好羡慕这些人总算是有一个笨头 我连下楼的想法都没有 书又看不进去 朋友们也都开始上班 各忙各自的 我就只能自己抱着吉他 弹着那些重复的曲子 这种重复的无聊和无目的性的生活 让我开始总是在脑子里浮现出一种画面 轻轻地把窗户打开 然后一下子跳出去 可是身体并没有马上往下跌落 而是顺着风漂浮在了空中 按照自己的意识 慢慢地往前飞行 问题又来了 往哪儿飞呢 等我妈叫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在客厅里转圈 以左脚为圆心 逆时针地可以转上几百圈 也不晕 我妈说我看上去 就像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狮子 她估计也是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孩子 无所事事 荒废着自己 还不如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让她闯一闯 不过这又舍不得 但是再继续这样下去 那可就真是自我的毁灭了 不过最后 妈妈也拍板同意了 送我出国留学 试一试 当时在内地 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出国热 从北京上海八十年代以后 到了九十年代 郑州也慢慢地多了起来 一个是因为思想的保守 第二个是因为大部分子女都是独生子女 把孩子送出去还真不是一般的父母下得了的决心 我估计父母送我出去是因为要拯救我 而不是主动 有意 让我走 假如我考上了一所像样的大学 或者直接上班的话 估计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的人生也会像大多数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一样 按部就班的 上班 买房 结婚 生子 这种被设计好的生活模式 让我一眼看到底 心有所不甘 不情愿地过这样的日子 虽然一切都可以很好 很和谐 没有艰辛 没有苦难 没有妖魔鬼怪 可是这种安逸让我害怕 我更害怕自己被无聊地逼疯掉 当时的我 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本性 是一个追风的少年 追逐刺激和探险 并且享受苦难和挑战的人 我还以为出国到国外 是来追求一种平静祥和的日子 也过上安逸的生活 只不过只是换一个环境去体验 可是几十年以后 等真正过上这样的日子以后 没多久 我内心的不安就开始燃烧起来了 竟然用了快三十年的时间 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到了两千年初 父母就开始找熟人 找中介联系出国的事宜 最后找到了一个看上去正轨 其实是非法经营的黑中介 老板是曾经在中国 驻瑞士大使馆的厨师 退休回国以后 就打起了办出国中介的胜利 他办的国家有很多 日本、英国、德国、韩国、法国、瑞士、 董大利亚、曾经都有 他在郑州、新华市 驻正班是坐的大楼里 住了一间小屋子 当起了办公室 这样看上去就很像是正位的机构 他所打的牌 无非就是针对这些客户 对外信息的闭塞 对外语的不熟悉 对办签证的无知 或者是害怕被拒签的心理 后来在回国办的时候 才知道瑞士大使馆 是不收服务费的 硬是被老众 骗取了一万美金的押金 中国人骗中国人 真的是根深蒂固的基因和文化 谁无知谁吃亏 所以大家还是要拼命地 出去走走看看 提高自己的见识 这些问题 在没有网络和手机的时候 显得是那么的重要 甚至是一种人生修养的一部分 当时为什么要选瑞士 其实并不是出自我的本意 我对哪个国家都无所谓 只要是能走出中国 我就觉得得救了一样 到哪都无所谓 什么都可以从头开始 就凭我的能力 我还没有小瞧自己 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事实上是一无是处 没有文凭 没有本事 还要靠父母 维持生活来源 这就是一个独生 子女 娇生惯养出来的高傲 和无知者无罪的世界观 我当时还以为瑞士人说的都是英语 其实连瑞典和瑞士这两个国家都区别不出来 我也没想到瑞士一共有三个官方语言 如果只说一种语言的话 那就只能待在按照这个语言划分的区域里 这样算起来 瑞士这个国家其实比实际上更小 有点上当的感觉 可是也不可能同时学习法语 德语 意大利 三国语言 这也太消耗精力和时间了 最终 我还是觉得 学习法语 这种冥冥中映射出来的浪漫情怀 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去法国 有文学爱好的我 还是觉得法语比德语更会有趣 英语呢 已经会有点基础了 所以再学日本外语也没有什么不好 再说当时法语可是一种小语种 不是那么热门的专业之一 没有选择日本的问题是因为太近 感觉好像没有飞出国一样 另外语言和文化的相似 也觉得没有欧洲更吸引人 澳大利亚是一个英语国家 而且离中国挺远的 要飞12个小时 算是和飞欧洲差不多了 再说到了欧洲 有几十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 可比澳大利亚单调 那多出了很多 最后综合所有因素 带着对瑞士的一无所知 依然决定选择去这个国家 父母考虑原因更简单 两个字 安全 第一年是先学习语言 法语 之后看看能不能申请当地的 公立大学 就这样 我们那一批的一共六个孩子 都被一起骗到了瑞士发言区的一个小村庄里 谢中文名 音译 协和 签证一共办了大概六月的时间 非常的漫长 而且打电话到大使馆 都是爱答不理的 咨询的话 根本都是统一回答 再办 而且能打进去电话 也是一种 弃而不舍的精神在努力 又是去做公证 认证 翻译 改章 双认证 还要跑到大使馆亲自 递送资料 在签证官面前 签字画押 那时候还不支持邮寄和网上预约 所以还要早到北京 排着长队来办 幸亏办理去瑞士的人不算很多 再看去美国加拿大的使馆面前 那个队伍可是要排到了下午 瑞士这边每次也就是两个受理签证的 态度是极其的冷漠 说话声音也小的听不清楚 这时候 幸亏是老郑让他两个助理 办理了材料准备的详细 没有落下什么 这才算受理 回家等消息 就这样 一等就是六个月的时间 还好是申请了语言学校 随时到 随时开学 要是大学的话 开始就要耽误一个学期的时间 等签证下来以后 也没有邮寄 还要亲自再跑到北京去取 这就算两次了 之后又回到郑州 下面就是买机票了 等购完年 来年开春的时候走 2001年2月 我成功地离开了郑州 从上海飞走的 我连上海的样子都没有记得 就匆匆地不回头地离开 没有任何留恋和怨言 看着母亲忍不住的泪水 我一时心酸 可是故作坚强 一转身便笑了出来 被刑满释放的喜悦充实在大脑 里面波涛汹涌的 都是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出国前 我去学了几个月的英语加强班 和雷夫强一起 小事后的玩伴 可是我并没有张扬 要出国的事情 我们一起在冬天里 吃了两顿羊肉汤 我和周斌告别了 把我的日记本 和扣节给我的所有的书信 还有拍摄的电影录像带 都让她来保管 我和小红 在华联的咖啡厅告别了 她含着泪看着我 默默不作声 好像明白了一切 我一直安慰她说 我回来以后的话 可是并没有许下什么承诺 我们都在很理性地 看待这种感情 说再见 来得快 去也快 来去匆匆 拿得起放得下 我把吉他擦了又擦 可惜带不走 这算是我在国内 最留恋的东西了 想着找机会 在瑞士买一把二手琴算了 我带走了几盘磁带 里面有一盘 学习法语发音的磁带 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吧 我又深深地望着窗外的黑夜 这次不再是绝望 反而看到了亮光和希望 我憧憬着可以在瑞士打出一片天下 最后风衣足时 出人头地 一锦还乡 还有还有很多 幻想里充满了惊喜和无知的世界 等待着我去开发和探索 这一夜 我更是兴奋地睡不着了 没有牵挂地离开一个地方 事后我才明白这种感觉 人生只能有一次 感谢观看